哈囉大家好,我是臨床心理師張宏斌 家庭是孩子最早開始接觸學習的地方 那父母的情緒還有行為都會影響著孩子 那這些互動過程呢 是孩子學習的機會 也是家長一起共同成長的機會 我們很常會聽到有些家長他好像有點擔心 自己的孩子的成長是不是比別人慢 當如果家長你們自己有一些這種想法的時候 其實不要讓負面的情緒去放大 因為負面情緒很容易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那也可能影響到我們教養孩子的態度 那無形之中可能會增加孩子學習上的壓力 每一個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 都會有他自己發展的時間表 那家長其實可以去想看看 這個孩子在這個月或者是上個月 這樣子比較下來是不是有他的進步的過程 有時候孩子的發展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子在進行 那家長其實只要知道 孩子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是有一步一步的在進步的 這樣子就夠了 如果您對您的孩子啊 不論是在肢體上 或者是生理上 或者是情緒 或者是認知上的發展有一些疑慮的話 請務必要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跟評估 那還沒有在專業的評估之前 家長只要放寬心 仔細的去觀察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的進步 這樣子就夠了 巧聯制他本身就有提供家長孩子的發展歷程 那幫助家長更容易理解孩子發展的一個結構 那像是育兒制裡面就會有一些引導父母去協助孩子 學習的一些建議 那像在遊戲書裡面也會有一些幫助家長 與孩子互動的一些小秘訣 更知道怎麼跟孩子互動與學習 另外與一些家長共同交流分享其實也是蠻重要的一環 因為這個過程中不到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情緒支持 也可以在過程中得到一些建議與協助 還有讓孩子間一起共同遊戲一起相處 也是孩子在成長與學習過程中非常重要的經驗喔